大家對於今天的審訊 我們堅持悼念六四是無罪 我們都覺得是非常憤怒 為什麼香港人30年來都是燃點燭光去悼念 為什麼在第31年會變成一個非法集會呢 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在第31週年的六四的悼念 已經是沒有一個集會 已經是完全我們很清楚說是遍地開花 還有每個人是拿著燭光 是大家去參與一個網上的虛擬的集會 為什麼還要被人檢控 我們覺得是非常清楚 根本是這個政權本身 是想討好中共 是將我們悼念六四譴責屠城的聲音 是作出政治檢控和打壓的